在台南很出名的景點 吳金海峰 這個環保團體觀察到 這個海山坡最近有多久的現象 特別是純屋頭前 也有南邊的海峰 這有可能是之前 倒數塌陷海區空洞 造成的 這個影響到這個海峰安全 到了河川分數到飛行 檢查牧場狀況又是可以掌握 他們要趕緊進行檢討 拿出具體的陰火風 海山坡陷海的邊界 尼布海只像幾公里的孤梨 台南只有名的 黃金海峰 海山坡是平衡渡渡渠 這是在地的館團 在九月底來將你海山坡 是觀察到的 是這個來到現場 民眾也有一樣的感受 因為被侵蝕過來 所以消波塊會 偏外面會被海淹過去 北邊這裡越多越來越少 你到二人西出海口 進行這裡都沒有刷 館團當時間觀察黃金海峰 跟20K出海口的海山坡渡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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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和20K出海山坡渡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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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 但是你不能把人民的住家 安置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团团让有上官党为爱动 是海双坡的涌坡 对处第六川分数标示 受到方台影响的 主要是红金派海南边的部分海双坡 的关键监督 而且制定涌坡的方案 第六川分数标示 因为去年刚做过海双坡的涌坡 不然都有这么厚重 有些最快明年中 就可以统出古代的涌坡方案 明年代就能实施 记者 台南报道